跟大家说我怎么绑包包头 包包头我有三种绑法 那工具就是一条橡皮筋 如果头发短一点点可能需要夹子 好那第一种是最快速但是绑起来 我觉得算是最阳春的包包头 先把头发梳顺来 梳好提高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头发可能变长 我觉得很重 如果那个包包没有在头的上方这边 如果往后一点点 它那样的重量一直往后拉 我的头会很痛 好然后倒进去 直接转 还不要等那个 还不要把它整个拉出来 转完之后 捏好后面的头发 这样子 这就是 是不是超阳春 这样有没有人看觉得 这个教学很没必用 但是我有时候就是 随意绑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头发现在够长够多 所以就会这样绑 好这是第一种 阳春绑法 背后看起来真的蛮乱的 就是这样子 很阳春的绑法 第二种 第二种比较 一般女生都可以绑 然后如果头发比较短一点点 可以用第二种的绑法 那前面一样 就是先抓出 一个马尾 然后位置可以偏高一点点 这时候就是如果头发修层次 修比较高 或是后面剪比较短 就可能要夹夹子 好先绑马尾 绑起来 这就要拉出来把它绑好 绑好 然后 拉紧 这时候可以调一下这个头顶的碰度 把它调 调碰一点点 然后旁边的寒毛 给它顺一下 好 这时候 这样子 如果你的头发很细 没有像我一样 现在有一点点绝度 你可以先这样子 把它撕松 松了之后 开始转它 转转转 转到最后这边 你可以拿夹子夹 或是直接把它卡回 后面的橡皮镜里面 就把它卡到橡皮镜里面 这样就变紧了 就完成 这是第二种方法 侧面 还是一样很阳村吗 应该有好一点 这个方法 我觉得短的 头发短的女生就可以使用 因为你的头发 这边可能绑起来马尾 没有很大的错 你就转一转 撕的松一点 然后它的这个东西 丸子 就会比较大 那种方法 先不用握着那一个橡皮镜 就是先抓出马尾 一样抓出马尾 抓好以后呢 转它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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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把我的流汗弄得乱 我的流汗照 我的弹猫太多 好 转好之后 拿出橡皮镜 哦 弹走了 好 转好之后 转好之后 握着橡皮镜 因为我一定要把它撑大 就是握大一点 因为你要手握住这个包子 不是包子 是包子吗 丸子 好 这样子就绑好了 这是第三种绑法 那绑完接着就可以挑 怎样前面 这个绑法我每次都会绑 这边比较碰 因为 它转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个力道 可是它最后会有点回来 所以你这边就会比较碰 无解 不知道怎么办 就得把它转紧一点 好 就是三个方法 我猜第二个方法 应该是比较适合每个人 可是我很喜欢绑完包包头 拆下来之后 头发的卷度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卷很自然 就是这样 卷度很美 还是我自己觉得其实很乱 有啦就是它的卷度 我觉得是漂亮的 好 很不专业 交完了 拜拜